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藍下爐 感謝收看今天的宜蘭新聞 立委選舉已經落幕了 民進黨候選人陳歐珀 以12393票順利當選 而陳歐珀一早也在夫人的陪同之下 四處來卸票 陳歐珀表示 這次的得票率雖然比上次少 但以投票率來計算 還比上次有少增加 上任機後手中交通將繼續為宜蘭來打拼 民進黨大獲全盛 立委當選人陳歐珀 週日一早展開卸票行程 在夫人徐慧玉 以及民進黨公職人員的陪同下 以車隊繞行全線 感謝鄉親的支持 感謝宜蘭鄉親 大力支持蔡英文跟歐珀 未來台灣將往一個改革的方向來努力 蔡英文總統說 將是一個尊嚴團結自信的新台灣 對宜蘭來講 我們將展開宜蘭縣未來新的建設的方向 很謝謝大家宜蘭鄉親這麼支持 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會繼續跟歐珀繼續努力 為鄉親做更大的服務 最大的服務 謝謝謝謝 一人當選兩人服務 我覺得這次不然很幸福 這次要拍檔 陳歐珀這一次面對八位候選人 角逐的激烈競爭之下 仍然是以十二萬零三百九十三票 成功連任 雖然比起上一次選舉十二萬七千三百零三票 減少了將近七千票 與小英的選票十四萬四千七百九十八票 也少了兩萬四千四百零五票 但他表示 一投票率計算百分之五十二點五 也比上次選舉百分之五十一點七 想夫增加 這一次宜蘭縣的投票率比較低 事實上我的得票率是增加將近三百分之五 那當然票數方面是少一點 但是也是因為參選爆炸的關係 我想宜蘭的心聲 不只是支持我個人 是支持民主進步黨 是支持台灣廟一個理想的方向來努力 這個是屬於全民的選擇 但不是個人的輸贏問題 陳歐珀表示 接下來他將會秉持著小英總統的交代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以爭取宜蘭交通建設為首要任務 繼續為宜蘭打拼 所以總統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麼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我們宜蘭人絕對遵從總統的指示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宜蘭縣有很多的建設需要大力推動 謙卑 楊明醫學中心的一個恢復 是宜蘭人長期的期待 另外在交通的重大建設方面 在直線鐵路的興建 在鐵路的高架化 以及三角觀光道路的開闢 都是需要很多的經費 所以我不會將結合所有的宜蘭人的力量 大力來向我們新政府 新總統 來爭取宜蘭的建設 我相信宜蘭是台灣的民主陣地 在基層地方建設 也將是台灣的一個楷模 大家辛苦了 各位好朋友 各位夥伴 你們太棒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宜蘭新聞記者 黃文淑採訪報導